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很确定他始终真情实感被歌迷牵动 为歌迷着想 像一个遥远的朋友不仅仅是偶像而已 如果你本质上是周深的歌迷 那么这段关系会很牢靠很长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喜欢周深是因为他身上有我们 所以喜欢的潜质 而其他人也一定有其他的 被他所喜欢的人所发现的潜质 身身就是很温柔又强大 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可能就是嗓音 以及其他的外界因素受到的非议的可能会比较多 该他从玻璃渣当中走来了 带着的玫瑰给我们看 我是看千兽环游记2入坑周深的 第一遍的时候还好 第二遍开始越听越上头 我现在每天都要听 周深太棒了 只要风格多变 总有一种风格能够对到口味 现在我也爱上了 起风了 卡布勒船长 微光海洋等等 周深是个宝藏 除了天类之音这个标签 恰像是一个真真实实 从二次元世界里面走出来的人 外貌性格 声音 高度和谐统一 一个三次元的合法正态 我也是个热衷于二次元世界的人 可以很确定的说 这些不是像其他的偶像歌手明星 只凭借着具有可爱倾向的颜值 在特定的情景之下 流露出来的可爱 或者是生命提示可爱 又或者是只是单纯的 性格具有可爱的一面 是切实的能够用可爱 来代表他的一个词 一直觉得他就像是 网络小说里的男主一样 天赋异禀 然后历经磨难走到的巅峰 但我觉得 如果把现在的华语乐坛 比作是一个地狱副本的话 那么他经历的绝对是地狱模式的难度 话语乐坛极为萧条 好歌稀少 没有打歌平台 唱片衰退 整个行业以创作为尊 实力歌手空间被流量挤压 网络环境极为苛刻 试想如果说那些 所谓的老天王啊天后啊 来到现在这个时代开始打拼 也不一定会比周深做得更好吧 那他不上综艺 开头自己的知名度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呢 那些是他上综艺 怕他不目正眼的 无非是怀疑 他的业务水平下降 可我丝毫没觉得他下降 反而还提升了 在形成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呢 他唱歌的强混凶声 以及自然声区的乐声 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难道黑子们认为 在家坐着业务水平就能够提升 倒是有一个歌手 感觉他现在综艺呢 几乎也不怎么上了 在家就坐着了啊 但我看他最近呢 现场的退步很大 唱的是一年难尽 况且有些人说 他应该静下心来来沉淀自己 我想说一句 一个人他既不进步 取决于他自己想不想好 跟上不上综艺呢 也没有大的关系的 一个这些上线的人 即使行程满满 你也会感觉到他的进步 一开始完全被嗓音所吸引 就像是海洋一样 听到他的歌声 就很难再去听别人的版本了 后面发现他的性格 真的太太太可爱了 简直是二次元里面的人 来到了现实世界 有趣的灵魂在里挑一 而且他真的和一般的明星 完全不一样 从以前开始就不喜欢出门 不喜欢旅游 不喜欢社交 只喜欢唱歌 另外难得的一点是 他内心深处太干净了 所以声音也非常干净 那么我就喜欢这种声音 温柔性格可爱 内心干净的男孩子 还有他笑起来 真的太治愈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